干冬菇 今晚做个赫年菜 用50克干冬菇洗净和浸泡 这些是日本冬菇 需要浸泡的时间长一些 大约3至4小时 我今天做个赫年菜 发财好市 发菜这里一两 我只用一半 用20克 这是人工培植发菜 日本豪豉 100克 干冬菇50克 已经浸泡了 冬菇水稍后留下来煮豪豉 鸡肉 280克 冰糖20克 姜10克 葱头3粒 蒜头30克 会用少许生菜叶半碟 用少许生菜叶半碟 用少许蚝油 浸泡水5分钟 浸泡水5分钟 大约2分钟 太浸泡水1分钟 大约3分钟 浸泡水半小时 浸泡完的水留下煮冬菇 发菜浸泡半小时 发菜浸泡半小时 洗净 放入少许油洗发菜 1、2发菜大约40克 用一半20克 另一半是煮其他菜 林丹 鱼 小洁 秤酒 鱼 鱼 鱼 炒香蒜粪装至煮煮 葱、葱、葱、葱 爆炒烧肉 放入1汤匙绍兴酒 冬菇 葱、葱、葱 冬菇水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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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火炆了半小时 期间要留意一下水分 炆了18分钟 水不是太多 我把它收小火 再炆多十多分钟 炆了半小时 我试一下味 也很够味 放一些法菜 再炆多10分钟 法菜不要一次过放 分开一柱柱放下去 炆多了 因为我这个已经不太多汁 我放一点滚水 继续用小火炆煮 10分钟 煎下 煎熟 腌塞 少许油 煮法菜10分钟 汁很浓稠 不需要打芡 放入碗中 如果请客的话 排好一点再上碟 可以先放入碗中 先放入碗中 先在碗中排好一点 再反扣到碟子上 放入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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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试一下 这个蚝总共炆了40分钟 软硬的程度也是适中的 这个法菜吸收冬菇和蚝的精华 很好吃 这个菜的甜味只要用1汤匙虾油 但它的味道很足够 因为本身蚝和烧肉也有味 先试冬菇 很软滑入味 我最近忙些什么 都是忙外语音全译和翻译文字 因为有很多网友都要求其他国家的文字 例如越南文 韩文 或者简体中文 我这条频道的观众 有三成是来自香港 有20%来自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 英国 很多看我视频的人都要求整条片是出字幕的 你知一条片的字幕都有很多 虽然我打字都很快 一分钟可以打35个蒼蝎 但是整条片实在太过累积 太过繁复了 所以我就在找一些语音翻译系统去做一些字幕 好幸远都被我找到 粤语是一个很复杂的语言系统 就算被你翻译了 你都很难准确地翻译其他各国的文字 所以做完这个粤语的语音翻译 我又要做多一重功夫 就是将这些字幕翻译成英文 接着再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 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毛病 我11月起已经辞了一份正职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全职的YouTuber 但是你看我出的影片都不多 最近就是忙着这些翻译和语音的工作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进步 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首先请élons propor tutte 最后还能复杂 这个项 但是请更文准 ou 这样的攻击 如果像中央的时间 全部供船